请看 我们结婚十多年了 最近这几年 我感觉她特别不顾及家庭 因为我是从外地嫁到上海的 其实很多生活习惯 文化差异都有很多的不同 她有时候还是太理想化 很多事情没有周密的考虑 觉得我各方面都不支持她 其实我也是想多挣点钱 为了这个家庭 想生活得更加好一些 我就希望她安安稳稳地生活 不要再抱着那些 不切实际的梦想和幻想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顾先生44岁来自上海职员 有请顾先生 有请 杨女士40岁来自上海职员 有请杨女士 有请 欢迎老妹啊 你好 人到中年都有一些人生体会了是吧 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为什么呀 主持人 你好 是我要过来的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并不像结婚以前 想象的那么美好 怎么了 我呢 老家是四川的 然后呢 毕业之后呢 在上海打工 经过朋友的介绍 然后认识了我老公 我老公是上海人 好 本地了 对 我们结婚已经16年了 孩子已经14岁了 是个女儿 那我们现在跟婆婆公公 三代同堂 在进这个家之前 其实我想象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好 我是想做一个贤妻良母 其实我个人的话 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 比较阳光的这么一个人 在所有亲戚朋友的面前 我都能相处得好 可是唯独跟我婆婆很多的矛盾 我婆婆呢 这个人呢 就是说 在家里是比较强势 就是一手遮天 所有的事情 从上到下 大大小小的事情 她一个人全部掌握在手中 感觉就是没有我的 所有说话的余地和权利 就是小到什么事情 就是家里的扫地 拖地 洗碗 洗衣服 她都会过问 我这件事情做过一遍之后 她会不放心 她会来检查一遍 她就会说 这里没做好 这里没做好 这个东西应该摆在这里 绝对不能往那边移过去 一公分 我是觉得都要 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做 我觉得太累了 所以我想问先生 我觉得心很累 就是我想问先生一个问题 为什么结婚十六年 一大家子还住在一起呢 当时结婚的时候 父母的意思是说 大家在一起 就比较热闹一些 原生家庭 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 再加上我妈 就是小时候的小妈 她从小一个眼睛就没了 身体一直不好 一年最少住三到四次医院 在没有结婚之前 我和我爸就是 比较让着她一些 其让她身上有病 她说东西放哪 就放哪 然后因为我们结婚 已经十六年了 很多事情 刚开始 我是进行劝解的 但是过两天呢 她矛盾又爆发出来 然后爆发得又更加激烈 结婚十六年 有没有考虑过 想换房子 想啊很想 做梦都想分开住 然后经常做梦 就梦点自己一个小房子 或者哪怕一平米两平米 那至少是属于自己的优务 我们在2014年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可以一套房子 换一套两室一厅 再换一套一室一厅 为什么没换呢 当时那时候 大概结婚了 已经有快十年了吧 就是矛盾已经比较激化 看房子当中 有很多很多 就是纠纷啊 我妈回来就住院了 我爸意思说 你看你们为了这件事情 朝着住院了 也是命了 后面他们就不肯换了 但是如果你正在这种情况下 你让我自己 在独立去买一套房 我暂时达不到这个能力 我觉得老人 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毕竟双脊工家庭 小孩早上有时候还要送 晚上有时候老人还去接 有时候像我们如果上班的话 他有时候还要烧饭 但是我老婆觉得是 就是你那些付出 我都看不到 你先别定路了 没有 他瞎说的 对于他父母照顾 我女儿的事情 包括在家里做所有的事情 我真的内心心存感激 我真的真的很感谢他们了 为什么我心里有这么大的怨言 我觉得家庭要生活得更好 首先这个关系怎么相处 这个是最重要的 咱们不讲理论啊 咱们顺着房子这话头就往下接着说 就是当时你为换房做了些什么 当时其实从那一件事情过后 我已经就是对他彻底就是去希望了 我觉得以后的很多事情 也靠不到你 是这样的 主持人 他说你既然没有能力去买房 那我也不工作了 我自己独立出来进行创业 他在15年所有工作全部辞了 刚开始先跟那帮小姐妹 经过七八个十来个项目的 按我说的话是折腾 他说的话是创业 就是包括开美容美发店 做微商 然后做各个的网播课 各个培训课 他的信念就是说 我一定要在三五年之内 我自己独立去买房 他说你既然不能床 那是我去床 创业创得怎么样 几年下来就是现在是一败涂地 我就是发了疯都想赚钱 所有说能赚钱的 我都敢都愿意去尝试 他就是我特别相信别人 就是别人做了一个什么项目啊什么 他就很容易去投资 前期嘛就亏了不少 你心里怪他把钱赔了吗 刚开始没有怪 现在 现在怪 因为他创业不是 像这样跌倒了 他跌倒了 从这个坑里跌到更深的坑 从更深的坑里跌到悬崖底下 连续地往下跌 好 创业也失败了 这换房就更遥遥无期了 对吧 那今天来这干嘛呢 解决什么呢 这次来呢 就像前面说的 在这个家里就是 一直生活到现在十六年 其实我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有的 就是跟我婆婆之间的 这种小矛盾 在我老公看来 他觉得就是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很不正常 他没有在当中去起到 这个协调作用 所以我就对这个家 慢慢失去的信心 所以导致到就是 也不太愿意多待在家里 哪怕我没地方去 我到小姐妹那里去玩一天 我也不愿意待在家里 就是已经到了这种状态 就是害怕进这个家了 是吧 那您这也不愿意回家 这个跟孩子的关系 不是就会疏远吗 因为白天他也读书嘛 我晚上回家 就是下班正常地回家 我打断想 女儿他也管不了 像我在家里 有时候要辅导他功课 再加上现在女儿青春期 已经十四岁了嘛 中学作业功课方面 压力特别大 有时候我辅导他功课 有时候辅导到了十一二点钟 我记得有一次到十二点半 然后我就完全爆发了 我说你既挣不了钱 替家庭负责 你人又不在这里 两方你一头都站不到边 你总共要站到一头了 他就说你挣不了钱啊 否则我怎么会到外面去奔波呢 外面我还更加辛苦呢 我前面跟我婆婆之间 很多很多的矛盾 其实我老公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 死要面子活受罪 压抑在心里 所以我来这里就是 释放一下我 这个这么多年积累的这种恩怨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是家里的男人 他应该顶天立地 我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 应该由他在当中 应该协调得很好 因为我经常也会看一些书 我会告诉他这个 理论上是这样 咱们今天不谈理论 咱们就说生活 你跟你婆婆相处 最大的委屈是什么 最大的委屈就是 她动不动就发脾气 发飙 就是一点很小的事情 她就会发飙 而且她就是做主 这件事情 本身是我的事情 她要来做主 最前面几年 我婆婆她怎么怎么样 吵啊闹啊 我都不说话 因为我是想 我要做一个好儿媳妇 我不能跟婆婆去争 但是后面我发现 我忍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我才爆发 就是后来 你跟你婆婆吵架了呗 嗯 对 我有很多事情 我现在不羁押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 出现了状况 就是身体不好了 因为我之前创业 是开了一个养生理疗店的 就是自己在这个方面 会懂一些 嗯 然后呢 包括我的朋友 就是懂医学的朋友 就是一看到我就会 告诉我 你这个 首先你第一点 你是干气欲解 导致自己 这种脸上 就是这种地方 会有一些斑点的出现 我觉得很对 我真的就是属于干气欲解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把自己逼成这样 我觉得 既然挽回不了的事情 我没有必要 把自己逼成这样 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让 让自己 开心 你要放飞自我 是吧 对 那不是就想明白了吗 我希望我老公 担当得更加多一点 让他担当什么呢 担当家庭责任 所有所所方 但是在我理想当中 不够远远不够 你在一个家 你要当家做主 你不能老是听爸妈的 对 什么事情 你要站出来 你要拿主意 拿大头 该拿主意的时候 就要拿主意 不要软肉无能 让爸爸去做 让妈妈去做主 因为他也不小了 四十多岁的人了 该拿主意的时候 就要拿主意 他就一直这样了 他就保持不变了 他一直就这样 离婚不 离婚不 没想到过 就还得跟他过呗 因为我想着 嫁就嫁他了 嫁低随低 嫁够随够 那就完了吗 不是 你这话说得特别好吗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感觉我跟他两个颠倒了 感觉我是男人 他是女人 你是个什么男人啊 你哪像男人啊 你除了败家之外 你还干了什么呀 人要想改变 一定是自身的改变 你别老盘着别人 接下来我问你 想过离婚吗 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离婚了 不定找得比他更好的 所以他务实 他的生活哲学就是务实 如果说 现在你给你老婆提一个要求 最希望改变 你希望他什么变 我希望还稳定 我不托你大富大贵 也不托你外面挣多少钱 我只要求你稳定 稳定 好 让他改的是什么 在他以后 多体贴我一点 包容我一点 然后就是会说话一点 他说我没有情绪 对 也不会聊天 嗯 说着说着把话聊死了 所以我就说 夫妻关系再不好 十几年过下来 你是个什么人 我是个什么人 你怎么看我 我怎么看你 心里都老有数了 问题的癥结在哪儿 其实你们比我们那些外人 要清楚得多 那为什么还要梳理呢 是因为心里还有一些 过不去的小坎 我希望下面我们四位老师 再说的时候 你们真的认真的去听一听 咱目的不就是 把这个坎渡过去吗 为了更好地往前走吗 这个家庭 那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杭州你 我是杭州人 上海的邻居 对上海的情况还是了解的 一个四川媳妇 上海婆婆 你们能在一个屋檐下 生活了16年不容易 外人看倒是 你们不容易 老人也不容易 你们的关系 虽然不是水果不浓 但是已经造成了大摩擦 大矛盾 如果不化解 特别是心里不化解 会出大事情 他为什么不自量力 要到外面去厂当 原因也就在这里 他太急于离开这个家了 刚才妻子有一个话 说得我很心酸 他说我做梦都想离开这个家 哪怕外面只有一两个平方 这是他真正的心声 但是我提醒你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老人呢 你父母 虽然不多的退休金 他是不是全部用在你们家里了 我问媳妇 你婆婆强势 她是喜欢吃软的呢 还是吃硬的呢 都不吃 软硬不吃 我不相信 你软的试过没有 试过 我所有的办法都死焦了 都对她来说 你认为你是想尽了办法 但问题是你去看 有一些婆媳关系处理得很好 为什么处理得好 这就是做媳妇的 她对婆婆的期望值 放得很低 然后自己的失望 就很少 另外呢 多看看公共婆婆的好 如果你看到公共婆婆的好 再看她的强势 再看她的不可理喻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没有像你想的这么可恶 当然你有没有问题 你当然也有问题啊 你是要有责任有担当的 这一点她说的没错啊 你不能 无原则的沉默和纵容啊 她会感觉到更加的可怜 委屈压抑 孤立无援啊 你希望你的老公强势一点 像个男人 你的潜台词 就是你和婆婆闹矛盾的时候 帮你全部站在你一边 对不对 就是她希望啊 就是在情感方面 我多安慰她 对 我就想说的 这一点你没做到 对 这点我没有做到 就在这一个情况下 你要表达出 一个原则 妈妈错了 就是妈妈错了 你说了妈妈以后 再回到妈妈房间 去安慰妈妈 没办法 这个事情怎么样 老人会理解 媳妇错了 你说得严厉一点 然后回到房间 再哄她 你 一定要当好这个三甲板 你 放低一下自己的 身段 毕竟 你是晚辈 想象老人的好 如果这16年 你在外面租房 你要多少钱 你有没想过 她的问题是说 觉得女儿 就现在已经 就是进入重点中学以后 生活啊 学习方面 比小学时候 有很严重的下降 我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 她会很常识地 插手进去 就是你没法 没法教育下去 很简单的问题 哪个小区没有公园呢 老人要这样 把孩子带到外面去 三三星 三三步到外面去 都可以解决 你们没有去找方法 我认为关键 是要找方法 谢谢伯红兄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杨女士 跟顾先生一家的矛盾 主要存在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山路上开车 不可能两个老司机 把车开好 一山是容不下二虎的 你就是想跟婆婆 跟这个家庭 争一个什么 争支配权嘛 对不对 16年我一直忍让 我在你家 我做这么多妥协 现在该我说了算了吧 你又想争这个支配权嘛 票子的支配权 房子的支配权 孩子的支配权 老公在你跟婆婆吵架的时候 站在哪一方的支配权嘛 对不对 为什么16年都能忍 到现在为止 突然忍不了了 就是你想把这支配权 拿回来嘛 对不对 我想要 就是像主持人前面说的 我想放飞自我 我不想在这种笼子里面过 你不是想放飞自我 你跟他们家的矛盾 是你想做主 如果你想放飞自我 你出去玩两天结束了嘛 你就是想做他们的主 你想把这个家庭的支配权 全部拿到自己手上来 什么叫合理的支配权 合理的支配权 是在于两个人之前要商量 就拿做饭来说 上海人吃甜 四川人吃辣 先商量一下 妈 能吃辣吗 老公 能吃辣吗 如果说 你跟别人商量都不商量 我就喜欢吃辣 我今天超妈超辣 这叫挑衅 这叫挑事 你现在把这种挑事 当做你人生的一种自由 这是错的 先商量 孩子上重点学校了 妈 这个事是不是我可以管三年 这三年特别的重要 商量好了 把界限划清楚 对吧 还有就是 我觉得男士 你永远都是无态度 无态度也是一种控制 无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有可能我在原生家庭里 就是比较习惯于 我妈的这种态度 你看又开始解释 我就要说原生家庭这个事情 你不要拿这个原生家庭 给自己的一些行为做辩护 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你也得改 既然也不打算离婚 还要过下去 那就把这些孩子教育的问题 关于票子的管理问题 房子怎么住 互相空间 玻璃感的问题 商量好 谁都不要去触犯这个互相的底线 老师 你说的比较对 我们之前是没有商量 包括我所有做事或者受委屈 都很少像我老公说 然后自己一个人闷闷地就是吃下所有 所以到后面受不了压抑 然后爆发 你下次干火忘了之后 喝点酸奶 酸乳干 缓缓 这罐子人家给你喝 谢谢老师 这个碱纯酸奶 是让大家过简单的生活 简化的生活 我觉得核心在这儿 你们老是降肝火 你看看 来来来 严老师 严老师 肝气瘀结啊 你说 这婆婆让你东西放这儿挪一挪 就是不想挪了 挪了十六年了 挪不动了 再挪就疯了 是吧 对 他就是这种态度说 我已经忍受了你这么多年了 他现在就说 你说一句我回你两句 我特别理解啊 因为我是跟我妈妈生活 那是我亲妈呀 我妈那个藏东西 就节约啊 家里边那个塑料袋 能藏一柜子 一次性筷子 有一千双 只要我妈说 回老家待两天 我们家我就整个全扔了 回来我妈再跟我发顿火 我特别理解 这种跨带的 就隔背的 有很多矛盾 我理解 所以我也干预啊 你去问问 哪个中年女性不干预 人到了中年 就是要面临很多生活的危机 我们眼瞅着自己 身体条件也不如以前好了 可能觉得出去 是不是有竞争力 也不如别人了 他一直 就是有一种 就像说的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我说她的孩子 你特别神捕刀 你知道吧 真是 你确实不会聊天 我想说呢 到了这个年龄 真的我们面临生活的时候 都有不容易 你选择嫁给了这个人 和公共婆婆共同生活 生下一个女儿 这是你的选择 叫认命 我们认命 但可以不认输 我们失落 但我们不能失望 命运推着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们面临种种的危机 但是我们有很多方式 去迎接这些生活的困难 我有一个优秀的女儿 我在上海有稳定的住所 我们还有一份创业的心 虽然失败了 至少证明我们曾经努力过 而且以后还有机会 我们可以啊 我们认命不认输啊 家里婆婆不好相处 我出了16年了 我也没离婚 婆婆也没把我扫地出门 我有成功的地方啊 但首先要学会 接受生活 接受自己 这就是我 但是我还有能力 让我的生活继续 其实人就是一个思维的角度 你调整过来就会发现 有很多美好就在我的身边 所以差不多就行了 你放飞也放飞了 出去创业也赔个钱了 女儿扔家里没管也几年了 差不多得了 回归生活 好好打理眼前的事物 这是你接下来的人生任务 停止抱怨 中年女人是怨妇的 最让人讨厌 明白吗 明白 老师 谢谢 男生啊 其实你的问题也很大啊 行为上 我们可以向父母妥协 情绪上 我们要向妻子妥协 你不能就关心他一下吗 贫富他的情绪 贫富他的焦虑 这是你的任务 对 平时孩子的交流比较少 所以啊 这是你的失职的地方呀 你的责任不是说 一定赚大钱才是男人 就负了责了 我对妻子关怀 让我家庭和睦 这也是你要担当的责任啊 你能不能给他多一份爱 多一份关心 这个可以做的呀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其实我在听女生说的时候啊 我一直在想 这个问题 我问问你 你说如果婆婆今天站在这里 你猜她会说你什么 她也会说她很多的什么 你不用说 该说的时候不说话 不该说的时候老说话 她会 我猜至少会几个方面 第一 什么事都不知道跟我们商量 自己就做重大的决定 对 本来家里就不富裕 还买不买气 非要闹着要分房 又是花费 不仅分房 达不到目的 不把修 还要自己出去辞职 创业 给家里赔了多少钱 我这么含辛茹苦的 这么大岁数 我身体有病 也不知道心头 给你们做饭 还给你们照顾你们的孩子 不需要你们交家用 给你们补贴 这个儿媳妇子 这么不讲良心 作为一个妈妈 你尽到职责了吗 老公一直在家里 复习孩子的功课 到十二点 你在哪儿呢 我们本来想一家团圆 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儿媳妇在哪儿 你有没有想过老人的想法 你总是想自己 难道这里面老人的付出 你看不到吗 老人的对你们的服务 你没有享受吗 都享受 为什么还不释然呢 我当然知道 你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释放 对不对 你不可能离婚的 因为你爱这个男人 所以说回到这句话 想怎么释放呢 真正能够做到释放 不是说让别人遵从于你 而是你要换位思考 别人的处境 别人做出了什么 真正的释放 是让自己放下 在你们整个家里 其实你们是犯了同样的问题 没有讲究分寸感 婆婆也是 她也是 你也是 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相信你进一步 大家一定会退一步的 而且 说一千到一万 你不是来离婚的 对不对 所以 多去爱你爱的人 多去拿出实际行动来 去来为你的幸福 去加分 那个创业不行 就回来找一份 踏踏实实的工作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谢谢曲总 非常客观地说 如果一定要争论对错的话 咱也别抹悉泥 婆婆确实错 儿子大了应该自立门户 要不然儿子永远长不成儿子 儿子错没错 错了 这么大还啃老 媳妇错没错呀 也错了 找错人了呀 你找一优秀的呀 对 还对对对对 找不着啊 生活如果一定要 究对错的话 那都错了 没人正确的 为什么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 大家是常说 咱别问对错 因为每个人站在 每个人的立场和角度啊 得出的结论都不一样 每人都 大多会自己考虑多一点 对 你这个插话插得特别好 总结得特别好 还是那句话 咱回归本心 回到生活里 婆婆不容易 但是婆婆确实做得也很错 你应该对妻子和家庭 心存愧疚 而不是说你的时候 我原生在家庭 没有继承好 原生她的家庭好不好 不是拿来给你开拓的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让她能够心甘情愿地 开心地回到这个家里 虽然妈妈也在 虽然婆媳之间还吵 今天想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唉 老婆啊 在很多方面 有可能你的很多的委屈和苦恼 我没有及时地听你去诉说 也可能你说的很多问题 我也没有及时地进行劝解 所以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 把我们的小日子继续过得更加完美 谢谢两位啊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请开门 于赖 来 请开门 哦 来了 老公 其实这么多年 也感谢你抱着我的任性 我也吃了不少亏 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听你的 好好地照顾好父母 把我们的孩子好好地培养一态 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 我自己的父母 希望跟我弟弟一起帮我爸妈 修一个小房子 让他们养老 感谢老公的支持 谢谢 这个要求做老公的还真要考虑 他对你的父母要好 你对他的父母也要好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你们啊 帕蔗糖喝碱醇 碱醇酸奶为爱做减法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 君乐宝碱醇淋蔗糖酸奶提供的 礼品一份 打开天猫 搜索君乐宝碱醇酸奶 为爱做减法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 自己的时刻 请见证 这送给您 谢谢 谢谢 好好回家给老公过日子 别让他抱怨 谢谢了 好 来 请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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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